这个因为法令纹填充失败 导致肌肉群一味的 就是我 因为长期喜欢吸鼻子 侧水 还经常做夸张的表情 要我本不丰盈的法令纹 雪上加重 拍照的时候 360度环绕式打光 但还是让摄影老师气得多多 每次拍摄前 仔仔细细地提亮法令纹 但这一笑吧 你看你这法令纹卡分卡的 我怎么批啊 跟着网上练提拉 但这越练皮越松 狂骗高胶原蛋白的食物板 提升上来的却是优质的 就连忍无可忍跑去填充法令纹 还要面临拨泪跟上移的风险 咬得更连 但后来啊 我有幸跟着日本超级有名的 FaceU的大师每天练习 终于总结出了这三个 最有用的三分钟面部余下 一定要拉着你的拍照 显老的姐妹进来看 第二个动作 手上先涂好面霜 出热后热敷法令纹 吸一大口气 嘴巴向上鼓气 有种把脸往外撑起来的感觉 减少因为苹果肌下垂 而产生的法令纹 30秒一做 每天做十组 第二个动作 食指点按法令纹 用食指指腹 抵住苹果肌往上提 嘴巴向前撅起来 再向下延展 让手指和嘴巴 有一个相互对抗的力 抵住苹果肌是为了 避免肌肉向下拉扯 才能舒缓法令纹的纹路 20秒一做 做十组 第三个动作 舌头在口腔内打圈 可以将凹陷的法令纹向外顶 也不会挤压出纹路 30秒一做 做五组 做这个动作 面部肌肉要放松 不然就会像剃牙一样 那纹路只会越来越多 做完之后呢 还可以在手指上 处一点抗皱面霜 按压住苹果肌 从下往上 G字形的提拉按摩 让护肤品 滋润到法令纹线里 直到吸收 嘿嘿 没学会的 回去再看一遍